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期峡谷重分号为大家带来的是 QG HAPPY打赏伊斯达PRO的第三局比赛 之所以短时间内第二次选择解析伊斯达的比赛 是因为在这场前前对话中 确实有太多精彩的细节了 时间来到第三局比赛的24分15秒 经济都已经溢出的双方希望拿下这条黑暗暴军 此时KED希望通过清理下兵器给对方压力 但伊斯达其他商人只卡了中路视野 KED此时去下路清兵是一个很冒行的选择 并且QG抓到了机会 商人报夹并击杀了貂蝉 失去了输出得清的伊斯达果断退回高地 抱团侧队的商人非常冷静地选择 在侧退的途中快速清掉中路兵器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细节 如果伊斯达只顾撤退而没有快速清掉这波兵器 那么接下来王昭军会跳过他们中路的兵器 直接和队友在下路会合 他们将利用这波超级边逼伊斯达打架 然后有机会造成对方警员 并在下一波兵器进塔时终结比赛 但实际情况是 这个时间段的超级边拖住了王昭军很长时间 再加上孙策觉得自己状态不好选择稳妥回家 QG方面实际上已经放弃了通过这波超级边逼伊斯达打架 这波超级边逼伊斯达的思想了 QG没有选择直接去开笼是一个正确的决定 在这种情况下 先在对面高地断双路兵器 再去开笼是一个收益最大化的选择 在貂残还有十秒钟的时刻就要去开双笼了 超级边边放出去 QG在清理三度兵器后 却没有立刻去开笼 王昭军在上路露头 想清掉这个漏掉的炮兵 伊斯达抓住这个正硬战场四打四的机会 准备反打 敌人杰只用大招 立刻开启逐入之攻 希望尝试定住老夫子后击杀 但是老夫子走位躲过了这个黄牌 注意敌人杰此时的装备 他为了追求输出最大化卖掉了鞋子买了钉刀 此时用掉了主日之攻 意味着敌人杰失去了关键的事实加速 和增加射程的保密与进攻的机会 这位接下来团战失败 埋下了第一个伏笔 这时QG就应该撤退了 但是他们看到孙策大招进场 想看看有没有机会造成对面警员 孙策在大招进场被吕布挡下后 还向前交出了一技能 这让没有位移的孙策处于一个很被动的状态 为了隐护孙策 猪八戒交出了大招 这也让他在之后的团战 无法分割地形保护双C 这位团战失败埋下了第二个伏笔 要查马上复活 QG必须撤退 但敌人杰还希望用大招定住女巫 这个充满之间放出的黄牌 不仅没有命中女巫 还耽误了自己宝贵的撤退时间 这时敌人杰移动速度不够的缺点充分暴露 QG在撤退的时候忽略了这一点 其他人跑得太快 将敌人杰直接暴露在E-STA的面前 吕布看准机会 果断大招接闪现打出输出 再接一技能把敌人杰打到只剩三分之一血量 王昭君也被打半血 老夫子快速接近捆住了王昭君 并吸引了QG琴牌的注意力 此时花海利用两段一技能快速进场 接上二技能把敌人杰王昭君猪八戒三人全部打到失血 吕布看准机会用一技能拿下三杀 此时QG方面只剩两人无力阻担 E-STA四人在中路的进攻 他们果断选择利用下路兵信的优势偷家 但E-STA的团战获胜后依然保持冷静 老夫子和貂蝉及时退防 不给QG任何机会 除上述团战外 这场比赛中还有许多精彩的细节 这不愧是东部最强两支队伍的精彩对决 最终E-STA Pro凭借更少的失误 和更强的抓机会能力胜出 祝我东部第一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